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看到说芯片校招啊,刚毕业就年薪40万 很多投资人都懵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校招啊,当然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文章啊 讲的基本上是到硕士生啊 原来本科生毕业了,去设计芯片这个事儿还是不太靠谱 硕士生啊,毕业了以后呢 其实也主要是一些这个名校啊 985211这些学校毕业的 然后呢,可以拿到40万的年薪 这个哪些专业算芯片设计呢 什么电子工程啊,计算机软件啊,计算机硬件啊 电子电器啊,通信工程啊 大概这些专业啊 就是你上了研究生 啊,说我又可能还学了这个芯片设计相关的一些课程 哎,这个是有机会啊,去拿这个40万年薪的 这个,而且呢,是叫做 啊,学校大于专业啊 你比如你清华的啊 你甭管学什么的,他都认啊 我都觉得你算是这个 学芯片设计的 对吧,这个 华为啊,就有一个人就说了 说那个,他们是芯片设计的这个 部门嘛,说他们招了一堆学生啊 招了十个清华的 然后有三个大概学生物也不学什么的 说他们这个,就其实 硕士生出来在芯片设计这个行业里 还是什么都不会啊 都是得冲搜学 说在学的过程中呢 这些学生物的呢 也没比那个学什么电子啊 什么电子工程这些人差 都差不太多 所以呢,他们现在基本上是 叫学校大于专业啊 只要你有一个好学校 甭管你学什么的啊 大家都说,哎,你就来干这个事吧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那时候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是软件的人吃香啊 那个时候呢,就是 甭管是干嘛的 上来都说我是学计算机的 对吧 我那个时候在山东 这个帮这个山东省税务局啊 地税局 去这个组装网络 然后呢 这个一帮的这个税务局的小孩 就说啊 我们这个都是学计算机的 后来我就挨个人问 我说你们都学什么的呀 对吧 有这个师范的 有什么的 反而就是 就可能都是有计算机课程啊 他们就说我们都是学计算机的 这个现在也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让我想起来 以前啊 我有一个台湾同事 啊 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台湾呢 是一个 就是他人很少嘛 一共在那两千多万人口 这个教育程度又很高 就很多人都上大学 但是这种就是人少的地方啊 就是当这个潮流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快 他就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这个早些年呢 这个软件好啊 就是台湾人就都去学软件 就培养了一整代的这个软件人才出来 但是后来呢 说这个软件人才不需要那么多了啊 学软件找不到工作了 然后又发现什么好的 硬件好啊 学这个电路设计啊 什么电子设计啊 这些玩意好 又培养了一大帮人去学这个 然后呢 等于他们就没有软件人才 因为这个东西学的这个费劲吧 他就就或者学了不好找工作吧 他们就把大量的软件的项目都包到大陆来做 他们就专门去学硬件 学电路设计 然后再往后呢 说这个电路设计也不好找工作了啊 又把大量的电路设计的工作也外包到大陆来做 然后他们就一帮人去学芯片 就是当这个 一个一个地区比较小的时候呢 啊 这种潮流是很吓人的 就是一下就大家就一窝蜂全干这一件事去了 咱们这呢 肯定也会这种潮流也会有影响啊 但是呢 这个不会那么大 因为咱毕竟人多 一年毕业一千多万大学生 这个研究生的话 我估计几百万也还是能够毕业出来的吧 那中国呢 都是叫研 叫研禁宽出 中国是本科生考研究生 大概是20比1 还是多少比1的一个升学率啊 这个升上去以后呢 这个可能大部分还是能够毕业的啊 所以现在就是一帮人再去啊 做芯片 中国人我们要自己做芯片 自己替代所有芯片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芯片毕业生啊 以前其实挺难找工作的 啊 这个这就是这一年啊 到2021年开始 这个芯片毕业生才突然开始找 好找工作了 那你说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发生被人卡脖子了呗 对吧 我们每一样都要自己设计 然后我们就这个很多号称是芯片设计公司 对吧 这个或者说新成立的啊 或者说这个新创业的啊 芯片设计公司 他说那我们就干吧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招招人来干呗 这个可能以每个芯片设计公司里头 会有那么一两个啊 真的是在芯片设计公司里干过的 见过 中国怎么跑 未必吃过猪肉啊 或者说见过这个 其中的一部分啊 未必知道完整是怎么回事啊 但这些人呢 都拿到了投资啊 都拿到了投资 都这个开始招人招兵买马 开始干活 哎 这个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为什么以前就不行啊 现在突然就行了 说芯片就一下就需要这么多了吗 对吧 我们这个被人卡脖子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呃 创立大量的芯片设计公司 然后我们就去这个设计出大量的芯片来 这个事儿他就可以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吗 这个我觉得想太多了哈 现在真正卡我们脖子呢 并不是芯片设计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芯片的这种叫做呃高科技的啊 就是高高制成的这个芯片制造 对吧 就是你我们要做这个5纳米 对吧 或者是这个7纳米5纳米的这个芯片 咱做不出来 对吧 华为你能设计出来 然后呢 也是在ARM的授权下能设计出来 你说我把ARM的这个CPU的这个 这个东西扔掉 然后我重新设计 这事儿是不是还能再做出来 啊 或者你做可能也能做出来 但做完了以后有没有人会用啊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那么容易啊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这个芯片毕业生 啊 很难找工作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芯片 对吧 这个芯片设计跟软件 设计是有很大差异的 差异在哪啊 这软件啊 更新很快 这个 我们可能比如一天出一个新版本 两天出一个新版本 出完了以后就可以上线测试 测试完了呢 你要发现没什么大毛病 对吧 你就跑着 就算跑一段时间 你发现有bug 然后你再改着网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而且软件还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特点的 就是它的种类很多 对吧 你想咱们号称啊 这个谷歌啊 Google Play上 光在Google Play上做APP的大概有100万个还是几十万个啊 好像上百万了 那你说我们现在需要这么多种芯片吗 其实不需要的 芯片跟这东西正好反过来 芯片的周期很长 从我做出一款芯片来 或者从我想做一款芯片 到这个芯片能够这个设计出来 然后能够去正式的生产出来 对吧 然后再去卖掉 然后再做到一个设备里头 再被大家所使用 整个的这个周期呢 甚至会长到这个两三年或者是四五年啊 非常非常漫长 不是说我今天设计一个芯片 明天就有了 然后后天还可以改一改 这个事没那么快 就是你从今天开始设计到最后能够用起来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而且呢 芯片的成本非常高啊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芯片 像以前我知道的一些这个芯片设计公司啊 它的融资也需要分很多轮呢 就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个需求啊 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需要在处理照片的时候 然后可以进行一些人工智能运算 假设这就是一个这个需求 对吧 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OPPO Find 5X啊 这个手机里头有一个芯片叫阿里亚纳 它就干嘛使呢 就是干这个事的 就是专门在这个你照相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照片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视频 然后呢通过它这个深度学习算法 然后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些快速的处理 这种芯片啊 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啊开始设计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完成一个逻辑和概念上的设计的时候 这块其实好多是软件工程师在干活啊 或者说用一些这个 专门的这种芯片设计软件啊 然后再去做一些设计 设计完了以后呢 去进行验证啊 就是还没有把这个芯片做出来啊 先去验证 验证完了以后 他可能会去做一些工程的这种片 到这儿 可能就把第一笔融资烧完了 然后再往后呢 你说我要上这个工厂去生产这个芯片啊 那你不是说我能生产一片两片这个事啊 你可能一下就生产这个几千几万片啊 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投入的 那么在这个投入的时候 一般投入下你要再融一笔钱 然后你你说我为了融这笔钱 那你需要干嘛呢 对吧 你说我把芯片设计出来了 然后我发现了需求 然后我解决了需求 我把芯片设计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能融到下一笔钱吗 你融不到的啊 那么什么时候能融到下一笔钱呢 是你把这个芯片卖掉了 对吧 比如说OPPO说 哎 这个芯片不错 我买了 对 当然现在这个阿里亚纳应该是OPPO自己做的啊 所以他这个事 他就省掉了这个把芯片卖掉的这个过程 你说我是一个芯片的设计公司啊 新成立的 拿到了融资 然后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 设设计出来以后呢 这个 这个如果你卖不掉啊 你比如说你找到OPPO 说你看 我也设计了一个这个 呃图形芯片的这个 呃图形优化芯片啊 你能不能用一下我的呀 把OPPO说我自己还做呢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就没有了 那么他就拿不到下一笔融资 这个项目就挂掉了 所以这个这个 他的整个的 就因为他整个做芯片这个过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还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啊 你不能做一个啊 做一要做一大堆啊 这个一旦出错了 你是没法改的啊 不像咱们写程序似的 哎 我发现这个程序有个bug 我给你马上改掉 然后重新编一下 重新发布一下就完事了 对吧 哪怕我中间啊 因为这个bug 然后我承受了一定的损失 啊 我只要是把这个啊 软件更新掉 他就没事了 但是芯片不是这样的 你装的人手机里头了啊 或者装的人家设备里头了 那那有错就是有错 这个事你是改不掉的 没有任何办法 小错误呢 还可以通过软件上稍微的规避一下 大错误的可能就召回啊 或者说整个这批设备就报废了啊 这个他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最后一个呢 就是芯片跟软件的最大差异在哪 就是他需要的种类非常少 对吧 我们也可以在OPPO手机里头装100万种应用 不是说我都装进去啊 就是你有100万种可能不同的应用 也谷歌嘛 Google Play里有嘛 但是你说OPPO需要100万种芯片吗 他不需要 对吧 他可能就需要CPU 然后呢 其他的一些这个啊 内存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基带芯片 现在可能把基带芯片什么这些东西都做 做在那个CPU里头了 或者SOC整个做在一块里 对吧 那么他可能总共需要几块芯片 然后呢 像很多这个电视啊 或者什么 你说你也要芯片吗 对 但是人家现在玩的是什么 叫单芯片设计 就是我就一个芯片就把所有事都搞定 就是一种电视 或者说 一个时期的啊 这些电视可能就是只有一个芯片 所以芯片需要的种类是非常少的 哎 那么这个 大家就看明白了 就是你现在啊 突然创业了这么多的芯片公司 招聘了这么多的芯片人员进取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哎 所以这个芯片创业公司呢 在疯狂的烧钱 哎 就是很多的投资人把钱给了他们以后 他们会拿到钱以后 70%的支出就是发薪水 哎 打量的钱就是发薪水 他其他啥也不敢 因为为什么会看到70%的钱发薪水呢 就是这个这个阶段啊 这是芯片设计初创阶段 这个阶段呢 他们就是在设计芯片 没有到后边说 我需要去把这个芯片做出来的过程 因为他最后就是大部分他做的芯片是卖不掉的 啊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就是故意帮人坐在那设计就好了 哎 这个事就是真的是说最后能不能做出来 真不好说 哎 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现在这种啊 疯狂的上芯片设计公司 然后疯狂的招人 然后这个 涨涨薪水涨好几倍 他比如说上其他地方挖人啊 涨薪水涨好几倍 或者直接招毕业生回来重新培训 一个毕业生啊 甭管你是硕士还是博士 毕业了以后能够真正的去设计芯片 至少还要在人的那个单位里头 再学个一年半点啊 一年两年的才能开始上手 啊 否则的话 你可能就是打打杂啊 做做检测呀 或者做一些这种体力劳动啊 是可以干的 真正你说我要能设计出一款芯片来啊 还很远啊 非常非常远 这个 但是现在呢 我们会第一大量的钱被烧掉 让他们发薪水了啊 当然他们你说过两年说发不出这么多薪水 这些公司破产了 或者到那个时候怎么办 啊 那就再接着断供呗 就是他们买了房子 再接着断供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啊 然后设计出来大量的芯片啊 这个一定会变成这样 非常非常多的芯片会设计出来 然后呢 这些芯片啊 能被卖掉的肯定是极少数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 芯片最后所需要的量很大 但是种类很少 就是最后是赢家通吃 比如说 哎 我们这种芯片被卖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 跟他同类型的其他的芯片就卖不掉了 可能在这一个类型上 就招投标一两种就完事了 不会说我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芯片 偷去 比如说同样用途 然后不同类型的芯片都被卖掉 都被大批量的采购和使用 这事是不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你芯片的种类太多了以后 你对于软件 对于后边的这个升级维护 对于这个东西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这个事非常不现实 还是最好是几家的这个大的芯片公司 然后这个做出芯片来 然后验证了好使了以后 大家去用啊 这是比较好的方式 然后但是这个中国嘛 他总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 对吧 这个 所以很多的这个芯片的bug呢 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设计嘛 这个这个所以很多有bug的芯片 也会流通到市场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会造成非常非常惨重的损失 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吧 就是这些现在这些创始公司啊 他们所做的芯片呢 就有可能会流入到市场里面去 这个事待会我们再说为什么流进去啊 就是现在啊 大家疯狂的招聘芯片人才 未来会怎么样啊 咱们猜测一下 第一 就是很多专业会被开设 因为中国人其实比较喜欢干这个事 大学嘛要招生啊 哪块好分配 哪块这个好就业 哪块的人薪水高 我们就一摸风的全上 对吧 哪怕开不了专业 我先开专业课程 啊 那么这个事呢 一定会干 所以从现在啊 20去年吧 2021年啊 有了这个趋势以后 我相信比如说2021年 9月份再开学这一波呢 就有可能会有一堆的这个芯片专业 就开始来了 那么这些人呢 比如说是研究生课程 对吧 那么再过个两年多啊 就会有大量的芯片人才 毕业上市 找不到工作 一定是这样 就因为到那个时候呢 两年以后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现在创业的大量的公司 可能90%的芯片创业公司 就已经死了 到那个时候 可能芯片的人才又变得这个 找不到工作了 对吧 所以很多的这个 专业啊 会被开设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专项培养和学习啊 都会开始 这个 因为我以前看过这个 很多学校 特别是软件学院啊 那个时候这个 很多大学开设这种软件学院的 这种研究生班 然后呢 我看过他们的这个课程安排 就是大量的是这种应用型的课程 就是当时 相对比较新的课程 因为这个本科课程呢 其实好多课程都是真的非常非常老的 就是可能30年前的这个技术 他拿来教啊 那你说这么落后的东西 教他干嘛 对吧 这个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教大家一个计算机思维方式 啊 那些东西是没法干活的 干活的东西都需要毕了业以后 到办公室啊 到公司重新学啊 或者说你自学 就是学计算机的这个本科生呢 基本上是 就是当你这个 怎么说呢 有自学能力比较强 然后上班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实习 开始打工的人呢 啊 还是能够学到点东西的 但是如果说我上了课就完事了 然后考试考完就完事了 这些人呢 就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对吧 然后到研究生呢 也分两种 第一种的是计算机的 啊 或者说这个 像清华 他们有这种计算机系的这个研究生 那个呢 就会学很多比较深层次的这种知识 对吧 这块呢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软件学院呢 就是有些学校呢 开设这种软件学院 他们就真的是把这个市面上 可能是三五年前流行的一些技术 拿来再教一遍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教育体系里头啊 你想让他这个增设一些课程 或者什么呢 这个审批的过程没那么快啊 但是有一些大的学校 他可以快速的来去 就是他自主权 自主权强一些啊 他可以快速的来改变 一般的小学校 你说我想这个 增加一些课程 增加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增设专业 特别增设专业 这个事儿 那是要到教委去批的啊 非常慢 这个就是他会学很多这种应用类的东西 像我以前看过 我忘了哪个学校的了 咱也不点人名字 因为点人名字 这个对人学校不太尊重 对吧 这个软件学院 就学什么呢 学什么这个叫LAMP LAMP是什么 Linux Apache 然后呢 MySQL和PHP 就学这四小东西 然后呢 这个你出来能干嘛 出来能做网站 你啥也不会干 对吧 那么他们就在这个软件学院里 就直接学这个 然后算是一种研究生课程 这个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误人子弟了 算是一种误人子弟 因为研究生呢 还是要研究一点东西 然后能够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啊 能够能够自己去 对整个计算机的理论啊 和一些知识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然后再出来这些应用技术 其实都很好学 像学一门技术 学一门这个上手就能用的东西 真的可能有个十天半个月就能搞明白 就能上手就能搞 一般就是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人 这块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就作为这个课程 然后塞到塞到这个研究生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课表里头去呢 就是浪费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学芯片这件事呢 我相信啊 可能也会有大量的学校来干这个事 啊 就是把大量的这个芯片设计课程啊 直接塞到这个叫做研究生的课程里边 去让大家去学 啊 这个这个咱们看吧 然后大量的芯片啊 被设计出来 但无人使用 这是一定的 然后一些有瑕疵的芯片呢 啊 会因为非商业原因被广泛使用 啊 这个算中国特色啊 这个 因为呢 这个大家都把都芯片设计出来 但是用谁的不用谁的呢 他有的时候并不是根据科学和商业的方式来决定 啊 真的是谁家关系好 或者谁家这个 有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吧 啊 他这个芯片就被用了 那么这个的话一定会啊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各种奇葩的损失 可能在未来的五年以后啊 就会慢慢的来到我们身边啊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然后呢 最后是一堆啊 学了屠龙树的人 找不到龙了 哈哈 这个 这个也是 我为这个事情啊 最终的这个发展方向啊 做的一个小预测 就有很多人啊 学了这个 啊 怎么去做这个 呃 什么呢 怎么去做这个芯片设计 然后到时候发现 哎 我又找不到龙错了 哎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欢迎大家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好 再见